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她还被冯小钢琴点为手机的MV女主角 虽然演技不错 但是孙宁的视野一般 始终不温不火 但是感情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甚至可以说是精彩 东北曾经有个轰动 拿黑社会头目刘勇 因为审判结果一直反复 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 据爆料刘勇怀疑女友与民友关系暧昧 究竟伙伴在某个舞厅附近搭上了民友 山藏成都舞级 当时都传问该女友是女演员 后来经爆料就是走红前的孙宁 那时候她还叫孙曼江 孙宁的第二段恋情是和知名球星李金宇 据说双方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了 李金宇托朋友要到孙宁的手机号后 就开始日常汇报自己的日常 慢慢两个人开始约出来吃饭 看电影 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不过两人也因为远距离恋爱一度分手 但是李金宇依然对孙宁穷追不舍 在一场球赛获胜后 邀请孙宁一起庆祝 才又破镜重圆 虽然附和不易 但两人最终还是走向分手 据说是因为李金宇逼婚 二人最终分手收场 李金宇曾经说过我的女朋友是孙宁 或许是 现在是 一直都会是 只能成为空话了 孙宁的第三段恋情是和知名演员王学斌 二人演戏生情 相识一年多就领政结婚了 刚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过得很甜蜜的 还被记者拍到过在车内蜜会缠年半小时 就连上节目都在花室撒狗粮 王学斌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前妻是村外人 二人相识仅九个月就结婚了 据说当时女方爸妈是不同意的 但是女方坚持结婚 没想到短短两年就已离婚收场 孙宁和王学斌的婚姻维持了五年 2012年的时候二人还是已离婚收场 至于离婚的原因 外界一直有好几种说法 有人说是 这婚后王学斌很少接戏 结婚五年只出演了一些配角 而孙宁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也有人说是因为理性问题 婚礼前王学斌就把自己的两栋房子过户到了父母名下 婚后二人一直住在孙宁买的别墅里 关键是王学斌的父母还拿走了婚礼上收到的到部分礼金 孙宁对此很不满 离婚后孙宁接受采访时曾说 以后找对象只希望对方没有不良事好 一年多后 王学斌就被爆XD了 和王学斌离婚后 孙宁一度专注于事业 参加活动的时候 因为选择开差太高 一不小心上下全走光了 后来孙宁又发展了一段姐弟恋 对方也是一名演员 而且还是圈内知名的富二代 有没有很眼熟啊 没错 他就是欢乐送中饰演曲小肖哥哥的郭小然 郭小然的父亲是一家科技公司老总 母亲在山东文化界很有名气 而郭小然除了演员身份外 名校还有一家专做演唱会 和大型演出的娱乐公司 财力相当雄厚 孙宁和郭小然相识 与一场朋友聚会 二人迅速追入爱河 经常被拍到一起逛街 后来孙宁还被棒 已经和郭小然甜蜜同聚 甚至已经怀孕三个月 不过这个新闻肯定是假的 因为现在二人也已经分手了 前夫王学斌离婚后 又找到了小十几岁的娇妻 还有了孩子 而孙宁至今依然没能再次步入婚姻 阿美就祝福女神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 你的幸福吧 要点赞我 请不吝点赞我